好,我們今天來做一些簡單的練習 這個安培計讀數是6安培 這個叫做總電流 通過電池的電流稱為所謂的總電流 6安培 有一個上面顯示是2安培 然後呢,如图所示 請寫出甲乙丙丁物的電流大小 這個就是單純的利用串連跟并齡的想法就知道了 假燈泡就是跟安培計是串連的 就是跟電池串連的 所以他們的電流就會怎樣? 一樣大 所以通過安培計的是6安培 假燈泡有多少? 6安培,一樣 那麼丁燈泡是跟2安培的串連 所以丁燈泡有多少? 2安培 2安培 好,因為你的丁跟2安培的是串連 所以它跟2安培一樣大 所以它就會是2安培 然後呢,物燈泡跟丁燈泡並連 然後合起來會變成總電流 所以丁加物合起來多少? 要6 丁加物合起來要6 那麼丁是2,所以物多少? 物就是4 物就是4 然後乙跟丙並連 然後乙跟丙完全一樣 所以它2個就1人分1半嘛 所以多少? 3 1人分1半是3 現在因為我們還沒有交電阻 所以我只能考那個2個丁燈泡都完全一樣 以後我交了電阻之後 這2個就可以電阻是不一樣的 這樣它的電流就可以不一樣 現在沒有交,所以一定要一樣 一樣就1人分1半 1人分1半,所以就3安培 我們就解決掉我們的立體01 OK嗎? OK 那練習02 它告訴你甲45安培 丙43安培 請問你丁幾安培,乙幾安培? 丁多少? 丁多少咧? 甲45 丙43 那丁多少咧?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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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 你說什麼? 3 你坐下 答案叫做3安培 因為丁丁是丁丁 所以電流就會一樣 所以丁3安培丁就3安培 那乙多少咧? 乙多少咧? 乙4多少咧? 乙多大咧? 停車戰界問,乙多大咧? 帥哥拿29 29 29 2 有人報答案 因為丁丁是一樣 丁跟乙是所謂的並聯 並聯合起來的總電流 所以丁加以合起來叫做5 那丁是3 所以就5減3 叫做2 有2 所以要2安培 就會了 很簡單的單純利用串聯跟弊聯就曉得了 以後的做法也類似 但只是說我們加了電阻之後 會可以變得稍微麻煩一點而已 但想法都差不多 練習3 這裡有I3,有I4,有I5 告訴你了 I6多少,I1多少,I2多少 I1就是上面的總電流 I6下面的總電流 I1是上面的總電流 I6是下面的總電流 分開來 I1進來分做I2跟I3 然後I2進來分做I4跟I5 I4跟I5 I4跟I6合起來又變成 I3,I4,I5合起來變成所謂的I6 OK? 你這樣子做 箭頭幫你畫好了 你看就曉得了 請問你 停車站借問 I1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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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1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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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3,I4,I5合起來就變成所謂的I6 I1是上面總電流 I6是下面總電流 I3,I4,I5合起來就變成所謂的I6 也就是所謂的I1 I1 I1加起來就變成5.5 B連是分電流相加 總電流是分電流相加 OK? I6不要算 剛才你講過I1等於什麼? I6 一樣 5.5 你直接看應該是先看出I6 要讓他的箭頭是345下才變6 所以直接看應該是先看I6 然後再就知道是I1一樣 阿 I2多少咧? 他叫I2多少咧? 這樣子 I2是多大咧? 停車站借問 I2有多少? 可愛 大帥哥 23 23 多少咧? 2.5 2.5 請說一下 2.5 你可以把它想成 I1分成I3跟I2 所以I1-I3 你可以想成I2分成I4跟I5 就I4加I5 都可以 反正答案會一樣 答案就會一樣 所以我說有沒有別種想法阿 我跟你這樣講 你有沒有別種想法 其實 電學題目經常都這樣 就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不只一種 看人要怎麼想 都可以 最好是你有沒有想法 你知道該怎麼做 OK嗎? 可以嗎? OK 沒有問題 請寫課阿練習